业绩公布是永远公布过去的东西 不是公布未来的东西 这次公布反映了过去年很多投资和整个行业的上升 所以这件事已经是既成事实了 在A股方面的股价也已经反映了利好的消息 未来会否因为这个消息大幅上升 第一件事我已经撇除了大幅上升的可能性 因为这件事要看它本身的资产是什么 其实它本身最大的资产的得益 就是它之前来说是买了一个加拿大的holding company 一些旗下的资产QSM QSM来说就是一些属于理能源的一个矿床的资产 所以它的股价现在来说终于升回家乡还有钱赚的 但如果你看回它2018年它买这个资产的时间来说 买完之后一年是跌得很厉害的 跌了超过一半的 现在慢慢慢慢复苏 升回回家乡 终于来说现在有钱赚 这个值得可喜可贺 所以你要记住它今时今日来说 它的资产值的告诉你们 报喜或者它的赚钱 其实有点是在说一些叫做lawn cash income 什么叫lawn cash income呢 就是它不是赚了真钱 是属于它的资产值可能重整估计和上市之后 那个估值变动有关的 就未必一定是真金白了是赚了这么多个倍的 如果看回它其实我只觉得它是有些运气的 因为当年2018年买这个资产的时间是有运气的 但买完之后来说 变成了对方公司 是有一个叫做anti trust 叫做防止垄断法案 要它签订就是说它不能够是火同这个QSM的公司 对它有任何这方面的共同行动 否则的话可能就违反反垄断法案 所以其后那几年来说 其后那两三年你们看到它自己和它自己所收购的资产 是不能够做任何的合作的行动 所以这一件事也阻碍得到它 未来扩大业务发展这个空间 所以今次今日来说 我觉得如果你对比这个叫做禁锋利业1772来说 我就不会觉得它特别是比1772更加理想的 这一样的评论就不是今时今日我讲的 而是它未上市之前来说 我在经济通已经讲过了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买这款东西 短期来说我觉得可能收到这些消息是动一动的 但是消息一消炎之后来说 要面对现实的了 暂时来说我觉得它的前景 不会有特别亮丽之处 所以原来它的股价在A股方面升了这么多 才走来香港上市 我自己觉得大大话话 都已经消化了九成那个利好的消息 ETNET 专业版HV2股票报价系统 帮你动息大局捕捉投资先机 即刻申请啦